CTAG BuSup,Hallo大家好 現在肺炎期間,記得要清洗手,少出門 注意健康,以及自己的衛生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宅在家裡的時候,到底都在幹什麼 那跟大家前情提一一項 最近在Steam上買了一款遊戲,叫魔物獵人 魔物獵人,它是一款,你要猎殺恐龍啊 獵殺一些動物之類的一款遊戲 然後它在PC端上面玩的話 我覺得螢幕不夠大 因為它畫面非常非常的美 但它螢幕不夠大 我就想來想辦法 那我如果把畫面換到電視上玩了 那我發覺異常的驚人 我發覺Steam上很多遊戲 你在電腦玩上是真的有點浪費 像GTA5 像魔怪物獵人 或是很多遊戲巫師之類的 你在電腦端玩是真的有點浪費 但是如果你沒有家庭遊樂器 比如說XBOX你沒有 或是PS4你沒有的話 該怎麼辦 告訴各位 用電腦也可以玩 怎麼玩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主要你要準備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電視與電腦連接的HDMI線 等一下給大家看 如果你電腦沒有HDMI口的話 你可以買一個轉接環 轉接環就長這樣 我這個轉接環的話是菲利普的 有了對個焦 它這邊的話有一個HDMI口 這個口你可以插在電腦上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插電視的那個HDMI OK 那這個口 這個是Type-C的口 如果你是華為手機 或是三星手機的話 你說不定也可以用這個轉接 然後在電視上玩吃雞 手機端的吃雞 或是一些手機的遊戲之類的 那還蠻爽的 所以我蠻建議可以買 這個也不到一百塊 在某寶上就可以買得到 好 OK 那我現在來把電腦裝上電視 Let's go 跟大家簡單講解一下 這下面這個是風扇 然後幫助我電腦做散熱 然後後面的話有一個HDMI口 在後面這裡 這裡的話有一個HDMI口 那這條的話就是HDMI的線 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 就這一種頭 這個是HDMI的 OK 那我現在電視已經接好了 然後把它的模式記得設置在HDMI 1 給各位看一下 我的電視的話是小米的電視 這台電視不貴 大概兩三千塊就有了吧 轉HDMI 1 就可以有它的畫面了 這就是我電腦的畫面 那現在螢幕都已經設置好了 你還需要什麼 告訴各位玩遊戲的精髓 絕對是遊戲把手 通常Windows電腦的話 都可以直接接Xbox的把手 遊戲把手跟PS4 那Xbox跟PS4都可以用藍牙連結 記得 那如果你覺得距離太遠的話 你可以用藍牙 那如果你覺得藍牙有時候會耗電 你的把手容易沒電的話 你可以直接接線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PS4的把手 這個就是我PS4的把手 你按中間這一顆小按鈕 它就會等待藍牙連結 它這裡會亮白色 亮白色的時候 你到電腦那邊去設置 你就可以直接把把手跟電腦做藍牙的連結 你就可以直接開始Play了 除了把手之外 你還有什麼必備的 我告訴各位就是零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推薦這個 但是就想跟各位分享 第一個就是義美的小泡芙 這是巧克力口味的 再來 有奶油口味的 邊吃零食邊打遊戲 人生美麗 SKIRR 超棒我的天啊 用辨識玩就很舒服 如果你也有玩怪物獵人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或是私信告訴我 我們可以一起玩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 關注加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